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大藏生活物语》,我是大藏 上一集聊日本酒还没有聊完,我们今天继续聊 首先还是要为日本酒证明一下 这个不叫清酒,它就叫日本酒 有机会来日本旅行,去居酒屋或者小酒馆小酌的时候 可以跟老板要一杯日本酒 日本发音叫你哄须,你哄须 当然了,清酒也有日本发音叫 那如果说你跟老板要清酒的话 老板就有可能给你上了一杯非常普通的日本酒 那么在YouTube上有很多关于讲日本酒的视频 怎么说呢,我个人觉得 这个酿酒本来就是一个专业度很高的一项工作 那我们如何让看我们影片的人产生一种心理暗示 通过这些知识然后产生一种心理暗示 那么你在品酒的时候能够和你的主观感知进行共鸣 达到这样一种效果 这个就是我做这两集影片的目的 今天我们就以纯米大饮酿为重点来聊日本酒 这个纯米大饮酿和其他级别的日本酒 它在原材料的选取和生产工艺上是有区别的 那么我们上一集讲到了米米的选用 水水的选用以及洗米、真米、冷却 那么之后呢就是酵母的选用 关于酵母的这个话题点 我想邀请一位资深的日本酿酒师来表达一下他的观点 酵母是酿酒的必需品 在自然界中有超过十万种以上的酵母存在 而且彼此个性都各不相同 一款酵母会决定一款酒的香气、口感和品质 那么从而也就有了专门用来酿造日本酒的日本酒酵母 把这个酵母放到这个蒸熟冷却的米当中进行发酵 这个过程通常叫做制驱 我因为拍摄一部日本酿酒纪录片的需要 就是我进入过到这个制驱的车间 它是一个温度和湿度都相对恒定的空间 那么我们一进去以后啊 问题就产生了 我们的摄影机因为这个湿度太大 我们的摄影机镜头就瞬间结晕了 就像夏天那个饮料瓶外面这个水汽一样 就没有办法拍摄 我们只好拿电吹风吹 那不光是镜头还有电气元件也都结成了雾水 也都结上了雾水 吹干以后没拍几个镜头又是雾水了 造酒的工艺很复杂 我不可能一一表述 我只选取那些重要的 并且是跟你品酒 未来品酒有关系的那些部分来讲 蒸熟凉透后的米芯被放入了酵母 然后要完成发酵的过程 发酵完成后的酒体就含有酒破、酵母、酒液 然后要把酒液分离出来 这个分离酒液的传统工艺叫做拿 就是语字头下面一个下 汉语发音叫拿 日文发音叫しずく 跟水滴的滴是同一个发音 原意就是水滴像水珠一样不断的滴落 这个工艺还有一个名称叫做龟口曲 就是酵酒师把装油酒液混合物的布袋掉在高处 依靠重力的作用 让它一滴一滴自然的慢慢滴落 然后收集起来 这个是以前纯米大饮酿的专属技艺 那你可以想象 这个产量肯定很低嘛 它不可能量产 所以纯米大饮酿就卖的贵了 现在通常的做法是把装油酒液混合物的布袋 用机械压榨的方式来分离酒液 这个你想这个产量自然就上去了嘛 不过针对像纯米大饮酿这种高档的日本酒 人们还发明了另外一种技术 叫做远心分离 其实就是利用物理学的离心力的原理 把酒液混合物放在一定的装置里面 进行高速的旋转 然后这样来分离酒液 不过呢 通常大部分的酒厂 还是会采用机械压榨的方式 冬季呢 是酿造日本酒的最佳季节 酿造完成后 并经过杀菌处理的酒呢 通常要注存一段时间 那为什么说冬季是最佳时节呢 因为影响注存质量的主要因素是温度 据说温度每上升10度 酒体的着色速度会上升3到5倍 同时也会影响到口感 这也就是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超市 或者说是料理店 或者是酒铺里面 那些高档的日本酒 尤其是纯米大饮酿 会被存放在冷藏柜里的原因 这里解释另外一个问题 有朋友问我这个清酒 它指的是日本酒 其实 应该温着喝还是冰镇喝 答案很简单 我转述一位日本料理店老板的原话 低档的温着喝 高档的冰镇喝 像纯米大饮酿这种高档日本酒 必须必须冰着喝 通常最佳饮用温度是5到8度 这个跟可口可乐的最佳饮用温度是一样的 纯米大饮酿这个种类的日本酒 其实是早些年的时候 日本酿酒师为了酿造出一款 可以和西方顶级的葡萄酒 相媲美的米酒 所产生的这么一个结果 那么其实不管酿造什么类型的酒 在大部分的日本酿酒师的心中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远走 左手料理 右手美酒 相得益彰才是完美 关于这个日本酒纯米大饮酿呢 我们还会专门制作一集相关的纪录片 请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 借时收看 好 感谢收看大藏生活物语 我是大藏 我们下集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